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简单的去给大家录一个分享视频 盒子的外包简单就是这个样子 它这一次起名叫做星火 盒子的正面就是简单的一个动画形象的插画 奥义的一个标志翻过来也是一个动画形象 后面就是载具 人形 以及有一个类似于能量属职的一个展示 总共就是这个样子 制品一张特别简单 因为这款玩具变形也是非常简单 所以拿到手的一个变形 我个人是感觉真的算是非常跟手 大小方面按照标准比例尺 我们还是要量一量到头顶部的部分 在16.5 17厘米 所以说我没有玩过围城原版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款玩具究竟是放大了多少 但是整个的分量还真的是很沉 那合金件的部分是整个的胸口部分 全部是合金件 很扎实 摸起来的一个质感也是冰冰凉凉的 并且上面还是有一些类似于赛星文的涂装刻画 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 头雕呢 这一次的头雕上一次我也是看了真子他们做的探长 这个头雕就是做崩的 这一次这个头雕呢 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头雕也是做崩的啊 当然是孩子的玩具呢 咱也别较真儿 三十多块钱 要求那么高的话 我觉得确实呢也是有点过分啊 然后手轴部分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310的旋转 平举呢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弧度 在二头肌的部分呢 也是支持310的一个旋转 它是一个蘑菇扣啊 手轴的部分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性 并且呢手部呢全都是有凸点凹洞的 这个手部的造型呢 是一个开口的动动手 但是310的旋转是达不到的 它由于是一个变形需要啊 是可以往里进行一个收纳的 佩戴的一把武器呢 是各有这个凹凸 你可以放在这也行 刚才放在肩部也行 或者放在手部都可以啊 还可以放在后背的这个凹洞里 那整个的身形呢 我个人是觉得稍微有点丑啊 尤其是收腰的这个部分 这两侧的这个红色呢 确实是显得整个的上半身 非常方正非常宽啊 这一点我不是特别喜欢 腰部呢是从装部这个位置 有一个腰转还算是不错 然后腿部前踢晃动一下 还算很紧啊 后踢晃动一下也不错 侧踢也是还可以啊 但我个人觉得松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屈膝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两处呢 我手上这个呢都不是很紧啊 偏松的一个质感 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十字花螺丝呢 你是可以进行一些加固的 我自己呢就没加固 比孩子玩具嘛 拿到手简单玩玩得了 然后腿部呢支持一个外摆内收 里面呢也是同样的偷胶 这款玩具呢 这款玩具呢总给我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细节非常非常少啊 毕竟是儿童线的一个玩具 我不知道原版的细节是不是就这样少 但是呢整体放大之后呢 会显得这个细节格外的少 就是这线条呢非常非常明显 也是非常非常空缺的一种质感 那小腿部分呢是有些银色涂装 脚掌部分呢也是有些银色涂装 有一个向内的接地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整个的车轮胎呢 就背到腿的后面 是一个锚定轮 滚动性还算是不错 那不废话啊 就给这款玩具进行一个变形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讲的 但是这个变形呢 确实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舒服 因为胡胡大哥曾经做过一期视频啊 说过他是比较推荐这款模具的 我也是借着孩子的官玩一下这款模具 首先呢上面有两个结合位点 然后呢底下这个部分翻折出来 给这个地方卡死 把面罩锁定上 两处的胳膊抬开 把腰部的两侧红色盖板往后折 手臂部分往里收纳 通过手肘的这个位置呢 做出一个相应的造型 手部往里收 就这样收纳到这个位置 这一侧呢也是一样 这个变形的大开大合的一个感觉呢 是我好久都没玩过的一个手感了 真的你玩完特别复杂的玩具 玩这种简单的玩具啊 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爽 而且是特别过瘾啊 这一点呢 应该是老玩家都懂的 新玩家呢可能会要挑战一些 对于玩具的变形会有难度的玩具了 但是老玩家其实真正意义上啊 就是玩多的时候啊 你其实是不愿意去那种多变形的 其实觉得这个玩具拿到手 玩过两下就好了 其实变形有时候懒得变 这个腿部呢 后屁股的这个位置有个倒钩 我个人习惯的是先给它勾上 以便呢两条腿呢 做一个同样的锁定 这样的时候呢 把这两条腿呢 同样的去包裹上去 就非常非常好 但是注意啊 在这个位置的卡扣呢 稍稍可能会变一点 没有关系啊 这个你稍稍调整一下就可以 把这个卡扣卡进去 这个位置有一个卡扣 这个位置呢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相应的位点 把这两侧收纳进去 最后呢 这两侧的腿部盖板卡在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锁定关节 那整个的载具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 可以把这个武器放在顶端 也好啊 放在侧面吧 放在侧面的话 整个的载具形态呢 就完成了 那整个的载具形态呢 也非常沉啊 拿到手 扎实度也是非常不错 我们把镜头调整一下啊 量一下 究竟有多长 从车头到车尾 16.5啊 跟人形的大小一样 推车的流畅度 这个真的是特别爽啊 而且特别沉 因为这个惯性 你看 撞一下 非常非常沉的一个玩具啊 拿到手的一个扎实度呢 也是非常好 整体呢 通体是红色的 然后呢 这个合金件的部分 是偏深一些 后面的塑胶是偏浅一些 有明显的色差 车灯的部分呢 有些银色涂装 车前面呢 也有些赛星纹的一个刻画 整个的这个位置 是一大块深茶色的透明件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啊 轮胎部分呢 是锚钉轮 呈现的是这种 五角星的一个轮胎 然后后面的部分呢 就是大块的一些设计吧 线条是那种粗犷的 后车尾的部分呢 有一个车灯的分色 然后膝盖的部分呢 露出了一点白色 略显得有些可惜啊 然后底盘部分呢 其实你是明显可以看到 这个头部露出半个头部的 但是手臂部分 你这样看呢 其实收纳的算是真的不错 腿部呢 收纳的也算是不错 算是整个很完整的一个变形 所以说 能花三十多块钱 感受一个这么爽快的玩具呢 我觉得这个送给孩子的玩具呢 老师玩的也特别爽 OK 那么今天视频咱们就简单聊到这儿啊 这个玩具呢 真的我个人是觉得变形特别爽快 但是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模具的话 还是推荐你玩一玩正版 我个人是觉得正版呢 可能会在变形手感和细节方面呢 更加满足于你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玩这个玩具 我觉得这个三十多块钱 推荐一下也还行 不要说我带节奏 OK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做到这儿 拜拜